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明路正线 那么这个莫斯科的这个事情呢 给我们也是敲响了一记警钟 就是你 现在跟美国是处于绝对敌对状态的 思想不能够麻痹大意 你始终要绷紧这钉弦 今天我们对于他们的劣势是什么 我们总是有点思想懒惰 而他们无时不刻不再想着怎么弄死你 你每天都能看到一天两天都看到美国出台一个弄死我们的法案 但我们这里没有相应的回应的 现在搞清楚我们是中美新冷战 天天让那个菲律宾他妈在在在门口他妈撒尿 滋尿 滋一滴 啊 这个可以吗 对不对 到现在 哎 这个台台湾的那个所谓的调克 有一个军人 我刚才看清楚了 有一个那个军人 啊 也就是台湾的蛙人 那个人他没有被交换 被返还 另外一名普通人 所谓的普通人被返还了 哎 中国的海警跟福建的海群 他那黑哈哈在那里打招呼呢 还给这这人办手礼 第一时间给他进行医疗检查 好吃的好喝的招待 啊 洗洗乐水澡 这个康乐中心玩一玩 啊 然后把他给交还了给台湾 国大办说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还给他伴手礼交还过去 哎 我们的自己的同胞 我们自己两名同胞 现在还躺在金门的那个 那个那个太平间里面 啊 还还没有路土为安呢 你这个地方在这里搞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 美国的绿色贝雷帽 已经到金门了 离你大陆福建 厦门只有四公四公里的 四公里的距离 啊 四公里的距离 就在那个地方 培养那种蛙人 台湾那些蛙人 我都已经看过他们的训练了 一个个肌肉非常发达 在石头上面 鹅老师上面在这样这样爬 非常艰苦的训练 一身啊 战斗型的肌肉 那不是你在健身房里吃发膏粉 吃蛋白粉练出来的那个那个大膀子 他妈在那装逼的 人家那个那个肌肉是战斗型 啊 武装战斗人员的肌肉 他训练那美国训练这种蛙人在干什么 离你大陆这么近 在你这里搞些恐怖活动 搞些这种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恐怖 恐怖活动 好搞得很啊 你还在那嘻嘻哈哈的 那那附近的海景还在那嘻嘻哈哈的 没有一点啊 啊 紧张这个意识 啊 我们真的不要走上苏修的错误路线啊 把毛泽东打下的这个扎实的这个这个基础 给消耗裂金啊 啊 对吧 我说过俄罗斯这个事情 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够支撑事外 你就在莫斯科官网卵事情那么远 啊 这种事情 他们在伊朗已经搞成功一次了 在俄罗斯搞成功一次了 你中伊俄铁三角 伊朗被炸了一次 俄罗斯被被被突突了一次 那那那那你中国 你你觉得 你觉得能够躲得过去吗 能躲得过去 是可以躲得过去 前提是 现在最大的漏洞就是 北北京对香港的年轻人来大陆 都是比较警惕的 啊 但是对台湾这边是两岸一家亲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安全漏洞 就是一道口子 他们本身这么这么多台湾人来中国大陆就没干什么好事 开的企业都是那种重物览型企业 什么皮革厂 电子厂 什么纺织厂 食品厂 这都是他妈的重物览企业 啊 然后在中国以成都为据点 啊 把你那 在那里大规模的 啊 干那些那些什么事 白走的那些事情 这叫软性的 对你发动战战战 战战战 你还跟那个傻 傻子似的 然后还有 还有 还两岸一家亲 马上训练这些弯子 我说过 马里乌波那地方那些亚数营 就是美军亲自训练的 所以这个安全漏洞是非常大的 你千万不要小看 对不对 你看台湾的那么傻不垃圾的那个样子 两千三百万里面 找个十几个死阴分子死士 台湾人现在对生死 已经看得很淡了 你看台湾已经死多少人 台湾已经麻木了 无惧这个东西了 到时候绑一颗炸弹 在你附近哪个商场里面 给你碰一下子 给你点爆掉 我叫你那个海 我叫你那海警 跟他们嘿嘿哈哈 开什么玩笑 这东西还两岸一家亲呢 所以我说过 很多人 有一种叫做什么 思维惰性 政部长及李岳峰被查 3月21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消息 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李岳峰涉嫌严重职务违法 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是由台湾省人事组成的 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 政治联盟 于1947年 11月25日 在香港成立 目前台盟在19个省 这下是建立的组织 信用成员3000多人 官网简历显示 李岳峰1957年出生于 重庆市渝中区 台湾中立人 2001年 11月加入台盟 现在全国人大 常务委员会委员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政部长级 他长期在重庆工作 13年1月至18年1月 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国家二级大检察官 2018年1月至2018年9月 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副院长 国家副检察长 国家二级大检察官 2017年12月 至今任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政部长级 他被查了 你说这些台盟 台湾没有解放 你说弄些台湾人 在中央里面去认知 在人大里面去认知 这些人 他都是非常有问题的 对吧 至少说 现在对这种系统 对跟台湾有关的 这种内部系统 开始来整顿 这是一个好兆头 一定要明白 有大量的无间道分子 在中国的内部 有大量的无间道分子 我说过 现在呢 这个 最高统帅呢 确实 清除了很多的政治敌人 打拳一把 但是最可怕的敌人 往往不是公开跳出来 反对你的敌人 而是说 扬奉阴违的 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这种人 这种人是最可怕的 现在很多人 就想 在台湾问题上 做文章 对吧 在这个问题上面 拖后腿 这是一个事实 你看看 每次 你看看 要统一个台湾 内部阻力 大到什么一种程度 对吧 解放军 早就磨刀霍霍了 刀都磨得 都快磨得 铁皮都快磨完了 所以说 这个事情 包括 怎么两岸 还在讲两岸一家亲 我们 国材办 还在讲两岸一家亲 我们两名同胞 现在还躺在那 你们国材办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是一道 巨大的安全口子 一个巨大的漏洞 我们迟早会为 我们的愚蠢 和思想的惰性 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以前胡耀邦 就有这种惰性 在新疆放开了 然后呢 死了多少人 死了死了多少人 是这个道理 胡文时代 镇压疆毒也不利 最后在昆明火车站 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敌人始终在时刻准备着 把咱们给弄死 而且我们那些盟友 他们的这个 这个人民啊 也跟他妈的傻逼似的 你像那个埃及 埃及现在不是 很多人都出国旅游 到埃及去 我最近又看到一些 中国的游客 在那边被区别对待 被埃及人区别对待 埃及人把白人 当作大老爷 给他们安排好的 沙地摩托车 或者安排好的服务 你中国人去 就给你搞种族歧视 所以你说中东 你说这帮阿拉伯国家 活该被他妈以色列 打成那个B啊 在什么 约旦也一个屌样的 对真正自己的 这个中国的盟友 支持阿拉伯人民 正义事业的中国盟友 他妈的屁 把你萝卜不当菜 伊朗也一样的 你在伊朗也是 种族歧视可严重了 说一些他妈的那些 那些个词汇 你说这种人 他妈有囊气吗 俄罗斯也一样啊 民间也是防中国人 防得要死 对中国人也很粗暴 很无理的 你看看一个一个 他妈的有一个人形 有一个阵形吗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他们始终在软的硬的 合法的不合法的方式 都在搞你 你这个思想是 转变不过来的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要加强这个地盘 就是你不仅说 你比如说你国家相簿 你不能说对内搞间谍 对外也要搞 隐蔽战线 这种对外的海外 这种情报局 针对他们搞这种破坏活动 渗透颠覆活动 都要搞 加强力度 而不是说 我们天天在这里防守 一个菲律宾天天弄了 你中国的海军 别出门了 别出远门了 两岸一家庆 他还到现在 他妈的逼不逼 软不软不软的弄的 两名同胞现在 躺在金门的殡仪馆里面 都那个 那个 呃 停尸房里面 都还没有弄回来了 是吧 所以说现在开始查这种人 就应该使劲查了 赶紧的武统 有的人说 哎呀 武统可能饿死几千万人 说我们饿死几千万人 算哪饿死几千万人 说这个美国控制了 这个粮食 这有点扯难了 美国给你搞粮食几领 他怎么给你搞粮食几领 啊 要搞 早就搞了 早就把我们弄死了 现在我们还没武统台湾 但我们已经承受了 大量的 这种经济制裁了 啊 所以说我 我说什么台湾 台湾这边这个口子 是真的漏洞百出的 漏洞很大的 别拉 嘻嘻哈 嘻嘻嘻哈 真的在这里嘻嘻哈哈 嘻嘻麻啪哈的 干嘛呢 啊 然后你看这个俄罗斯 普京 翻红花城市大厅恐袭 血腥野蛮 在俄罗斯西北部 翻红花城市大厅发生 枪战有能受伤 在事发现场的 俄罗斯微信通信是记者 提供的翻红花城市大厅 长期事件详细情况 普京说了 啊 这是 啊 一个血腥野蛮的事件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这个枪手啊 这个都几乎都是在俄乌边境 附近被捕的 啊 你莫斯科 你莫斯科 离这个俄乌边境 还有这么长一段距离 你既然能够让这个 这几个家伙 驾驶白色雷诺 开到这个边境来 你他妈这个当中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真空 啊 你这个当中 是巨大的一个真空 然后这几个家伙说 呃 因涉嫌在 克罗库斯音乐大厅 实施恐怖袭击 而被拘留的人 称是有人花钱 雇他杀人的 被拘留者 再回答有关 他在音乐厅做什么 以及为了什么样的问题 是说 有人花钱雇 他在克罗库斯音乐大厅 开枪杀人 他称 有人出五十万卢 不让他去杀人 据被拘留者称 他在卡上 只收到了承诺金额的一半 盖子后来谈到 顾他杀人承诺金额时 说到 策划人写的是 大约一百万卢布 他称 有一个人一个月前 通过Telegram联系上他 并给他提供的武器 他还称 策划人给他布置任务室 射杀音乐厅里的所有人 而那个时候 美国已经所知道的 这个情报了 这个人 他说是能花钱雇他的 而且是说 从土耳其过来 入境的 反正这些人 都基本上 我看了一下 那个人员构成 基本上都是中亚的 中亚的人 典型的就是 ISSK的成员 大家相信 他只是会 花钱 雇你过去杀人吗 放他个驴儿屁 现场的妈妈逼那么冷静 那么专业 心理素质那么强悍 踩点各方面 122处的 逃跑路线 全部都设计的完毕 完完整整的 这个叫做临时工 招来的临时工 听他在那里胡说八道 这就是故意的 有计划性的 有组织的在这里搞恐戏 哪一次恐戏 不是经历策划的 所以我说俄罗斯也是 我们说实话 大部分人 其实那个脑子 是很懒惰的 我跟各位讲 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 就是现在的 你的接收的 这个信息的 这个 这个架构 我们不是说 IT公司会招一些架构 工程师吗 比如说什么JAVE 什么架构师吗 对吧 你从底下去搭这个架构 西方我们现在的 信息接收模式 是由西方给我们来提供的 这一套信息的模式 包括很多人 大量刷短视频 每天大量的脑子里充实的 臭逼信 钱 这些会加速你脑袋的概化 就是说你这个人 只追求物质的这种粗野 而不去修炼强大的精神内核 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你思考问题 你不具有狼性 你把人 就是他们有一套专业的 一套学术霸权的 一套心理学的 一套设计方案 让你每天 接收这些信息 让你的脑子变得 没有狼性 你脑子里变得 只是对这些享乐的 这些东西 非常痴迷 所以我说不仅 今天是在西方 民粹化 反制化 低俗化 在全球 你在中国其实也一样的 也是反制低俗 民粹化的 被他们这样的 进行这个思想的这种改造 所以你有的时候 你会很 现在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变得不想去思考 而没有那种 很强烈的那种忧患意识 想事情 总是往那种乐观的去想 而不想事情最坏的一面 大部分人 我看那个眼神 一点都不犀利 眼睛里是没有神的 要么就是 就很丧气的那种眼神 要么就是 冒得一股死气 尤其是我们这个重点 被他们 盯防的这几个国家 我们每天 我们大量的败类 在配合他们 对我们打这个信息战 它不仅是 这个资讯战是很可怕的 各位 它潜移默化你的 而且还有现在的这种 各种各样什么消费主义 各种各样主义 搞得你这个大闹 你每天 你就想那些逼事 要么就是想看毛袋 看这个 脑袋要不想就 这样打飞机 要么就是想怎么搞钱 怎么一夜暴富 怎么一夜弄了 弄了一把大钞票 怎么开个大汽车出去 逼逼逼 冲出去浪别的给我浪到 我故意别你 我开个老塞 我开个奔驰麦巴赫 我故意别你 你别碰我 碰我 你赔得起吗 这种思维就会产生一种什么 产生你 就是说你这个族群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你 你的脑子里面只有 只有这些玩意儿 现在大部分的脑子 就是 就是这些东西 而我们的敌人 他们每天想的 是怎么搞你 怎么操控你 啊 怎么利用这些心理学的这些东西 来弄死你 然后再找你的安全漏洞 来搞你 啊 你就被他牵了鼻子走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 努力的在纠正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这个大脑里 你一个大都大圆圈 转变 很费劲 但是你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的大脑 每天被他们给注入 这样一种思维定势 很可怕的 谢谢各位支持